蓝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亮光的灿烂 洗了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洗了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悲暗的天空变得清朗 等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两宝地缠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想修行最主要各位一定要相信 相信 相信佛说是这样的 众生都有缘 在百千万劫万劫里面 现在这七八个人跟你最有缘 那你要对他修忍辱 修慈悲 你千万不要 故意跟他对立 吵架 那是不需要的 而且对方很烦 你刚考可以修忍辱 你可以不断地修忍辱 就像我每次过关 或是昨天去问 我就一直听 这个人一定我欠他很多 他这样把我拷问了那么久 有一点他高高在上 我们好像去求他了 你不要帮我斩头啊 我不过请一个快速通关而已 但是 就是他为什么要对你这样 一定你过去对他这样 所以一直跟他抱歉 一直跟他抱歉 一直心里一直跟他 吵架你被命吵架你被命吵架你 所有功德吵架你被命吵架 反正就一直会向给他 所以 因为他问我很多很多问题 你没有钱 你有薪水吗 没有 你没钱你怎么还用世界 还问我那么多 因为他说看我负责 你来什么国家 你钱哪里来呢 对不对 我说这个是道场 户子 当然我要解释一下 那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出家还真难解释 他还问我说 你是 我是吃素 可不可以吃糖 我说当然不行啊 还考试 所以 当然我认为他跟你聊天 他就是了解你 了解你 相信你 他才会跟你盖上 但是 我自己也想说 哇 这个跟我有缘啊 以后我讲话 要对人客气一点啊 不然你总会碰到的 所以每次我要过任何一关 加拿大更严喔 加拿大 所以我就 唸到最好 刚好那个是对我最好的 因为我没有坏心 但是我一定有结过厄缘 结过厄缘 那你就没办法 因为过去是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投胎 一定有善言跟厄缘在 所以各位 你这一次会在美国住这么久 是因为过去是你做过美国人 所以这一次我来 就有那个打坐法师 师傅你做过印第安人 有一点像 我喜欢做燕共 所以这一次我去 亚历山山山 我说 哦原来这是印第安人的地方 哦 原来叫我在那边天天坐吧 所以后来我又做过本地的美国人 这个有关系 这个我相信 不然不会如此 但是这边有 结了一些善缘 结了一些厄缘 所以我必须来 我想各位 我们坐在这边 虽然我们外表是华人 我们过去都是做过印第安人 做过美国人 只是现在换一个身份 这样而已 那你要开始去想 如果说这个不认识人 你知道他过去是你的恩人 你一定会对他很好的 因为你身上肾坏掉了 他终于找到一个捐胜的人 你会抱着他哭的 你想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记住这句话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戒律 像我的太太 我太太对我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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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是我女儿 所以她认识我都叫我爸爸 这样而已 我丈母娘是我妈妈 我的妈妈是我女儿 你看就换来换去 所以我对我妈妈很疼 就是很不舍她 一点点痛苦 我一点都不行 因为那个事 不是光对母亲 而是对女儿的执着 所以我们的世界就在那边 一直在这几个这边轮来轮去 轮不完 除非你能够正入空性 那最快正入空性的方法就是 永恒的慈悲 你要强迫对方 对对方慈悲 你如果用慈悲 就超越过去的轮回的这些业力 麻麻儿子 女儿仇人 这样 所以 这是佛教的方法 所以 因为了解 所以慈悲 不管对方对你怎么样 你还是对他慈悲 那就对了 你还是一直慈悲 所以有人说 师父我家都是白蚁 怎么办 对他慈悲 给他吃 看他喜欢哪一种木头买来 然后一直给他念佛 大悲咒 最后呢 他会不见的 你相信我 所以有一次 有个居士提供我一个地方 在台湾屏东 很热的地方 他光把地板弄好 叫我弄一个小书棋 我就 就是免费给人家解缘 结果我第一天进去 整间都是蚂蚁 结果我不敢跟那个主人讲 主人一定会把他杀掉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我来 结果我就开始买饼干 一直喂 天天在里面 伴法会 三天以后没伴姿 这对我一直很大的奇迹 哎呀 不可思议 你对他好 所以各位 你不要排斥他 家里有老鼠 家里有什么 你就对他好 还有人问说 那个狼怎么对他好就好了 想办法 他要吃什么 所以这一次 我住到山上去 第二天就听到小狼在哭 一直哭一直哭 我们四五个都跑出去 找不到他 怎么会哭呢 我以为是狗在叫 他说不是狗 野狼 在叫 我说叫那个声音 很可怜 结果隔天上午 我就有人打电话 给我说 师父 大陆的某一个 那个 卖狐狸的 有1400多只要被杀掉 要不要救啊 我说他当然要救啊 跟他谈谈价钱 结果那个人也不错 剩下一半的钱 他说他不想养了 他也知道错 就一半的钱就卖给我们 结果我们就发动 不到三天 就1400只通通救到了 结果我们要离开山上了 前一天 跑了很多狐狸一直叫 绕着我们的房子跑 绕着房子在跑 后来我就问 问里面的喇嘛 我说没有狐狸 我都没看到 这边有狐狸 就你们来就看到了 而且我问打座的法师 他说 他来跟我们谢谢 而且因为我们在做焉供 很多鬼来 他帮我们赶鬼 我说不用赶了 我们就是要让他们来 大吃大喝一顿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感应 那为了仁波切 我跟仁波切 助你身体健康 我替你放五十只牦牛 结果讲错了 五百只 我讲完以后 他们问师父 五百只内多少钱 我不是讲五十只 你讲五百只 卧槽 他们还翻译了 五百只 五百只 结果我们这几天 刚好放完五百只 我就发动发动 开始救 开始救 结果他们加拿大 美国很多地方 听说牦牛 因为他们在青海放忙 各位要参加也可以 因为 甘仁波切 后来听说 他说他也要发动 就在他们 嘎尔寺旁边 那些牧民 他们也愿意 今天躺好了 一只才一千五百块人民币 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因为他们 藏人是 你这只牦牛 他放了 他们 拉玛就负责去做一个记号 给他刮一个长寿器 这一只牦牛就自由 没有人会杀他 他们就养他 帮他 产牛奶 这样 所以就不会杀他 所以变成一千五 不然的话 一只大的要六七千块 一万块都有 这是很好的方法 结果一发动 现在超过五百只 我跟忍波切说 忍波切厉害 因为你看 多放五百只 而且牦牛很快乐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参加 跟他们 报名 一千五百 现在开始要杀 因为他们 这个月杀完 以后就不杀了 所以现在 但是那些牧民很可怜 是他们要求的 知道我在别的事放 他说 请你们也放 我们就算你们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过冬 一家只要至少晃两头 他们就可以过冬天 他们也不想杀 也不想杀 再讲一个奇迹是 我们决定要做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奇事做梦 还打电话 说师父 我昨天梦梦梦梦 到牦牛来讨救 而且牦牛还跟我说 他的主人很可怜 因为牦牛 看到他主人 杀他牦牛的痛苦 而且牦牛也知道 养牧民很穷 如果我们能够救他 可以帮牧民 又可以救牦牛 他托梦给他 我说不可思议 故事还没讲完 结果那天我们离开 跑了很多只野牛来 在亚历山 我还问那边人 牛跑上来 我说牛来感恩的 所以各位 你对牛好 你对西藏的牛好 美国牛也知道 你对大陆东北的狐狸好 美国的狐狸也知道 这是真相 所以生命都是互通的 所以了解这一点 各位你就开始列一下 用心修行 你的心可以改变一切的 再听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和尚到山下办事情 他老和尚很穷的 他什么都没有的 结果等他上山下说 上面怎么亮亮 有小偷 有小偷 老和尚想 小偷可可怜 我里面都没有东西 结果他到门口的时候 老和尚就故意啊 把衣服脱下来 放在门口 放在门口 等他接近的时候 他一进来 他一接近的时候 小偷就跑掉了 那小偷没东西 看到的一些衣服 至少拿走了 那老和尚啊 那时候看到月亮 他说 哎呀 希望那个小偷啊 也看到月亮 因为老和尚想要用这个方法 希望小偷也找到 他自己的自信 结果隔两天 小偷又回来了 又反而那件衣服 洗得更干净 疊好放在那边 老和尚好高兴 他终会看到月亮 为什么 因为老和尚没有讨厌 那个小偷 反而对小偷生起悲心 送他衣服 怕他偷不到东西 还祝福他 他也可以相信因果 因为他这个心态 心有灵犀一点痛 小偷就被他感动 所以这个小偷 后来就成为老和尚的护法 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想各位 就像我一样 我走到哪里 都会坐上摆一两块 在美国要摆美金 在台湾我们摆台币 曾华长老教我的 他说你到哪里坐 坐上摆个一两千块 为什么 小偷来有钱 不用翻箱倒柜 不用跟你弄个经典都乱掉 还点个灯 你存这种心 小偷也不会来 但是你有悲心在那边 不要让他白跑一趟 希望他拿到这个 得到他的利益 那我想如果各位 我们现在开始在修行 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那是因果 不要怪他 像我做了很多事情 好像是好事 是一直被障碍 但我认为都是我过去障碍他 我就心甘心愿 还要特别回向给他 所以我希望各位 要经常拿着牌位 去回向 这个人很重要 这个人官司要告你 你赶快帮他写个牌位 然后呢 晚上给他点个烟共香 回向给他的父母祖先 你有发现事情很好过 你明天要跟这个人做生意 谈判 那你今天就跟他结善缘 替他供养一盒饼干 替他供花 替他念念心经 念念咒语 愿他发财 你又用一个善的念头 对待他 那他明天看到你 他又用善的念头来对 那你们的恶缘就过去了 所以 与其跟他那边勾心斗角 还不如拿来为他修法 这个意思啦 那就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方法 那从现在开始 你走到哪里 都要跟对方结缘 经过医院 停一下车也好 能够下来也好 念个要师仪轨 念个要师咒 我先给他们 看到老人 看到学生 看到开车 就像各位在开车 你一上车 你要说当愿众神 开车平安 平安到家 圆满目标 阿弥陀佛 你要开始用这个善念 所以 而且希望公路上的 如果过去车祸的所有亡魂 像我的习惯 那天我们去奥克兰 奥克兰 奥克兰 奥克兰那个司机 蛮凶的 然后因为我们要进城 他都会 你不要过去喔 他不在 所以 我们到奥克兰的时候 我们赞岩石坐前面 赞岩石 我们赞岩石喜欢 撒米 窗户打开 灰 然后撒水 我们就撒一点 那个司机就complain了 我们这个墓呢 我都说 你没有给美金 下车以后给他一张美金 明天随便你撒 还载我们去墓墓绕一圈 这个美金真好用 所以佛教里面 各位 你不要去怪对方 因为对方是抱怨抱怨 就是因为没有小费 你对他不好 那你就对他好一点 他还成为你的助缘 因为洛杉矶 不是 旧金山 不是洛杉矶吧 那边是旧金山 北加州那个军人火墓 可大得不得了 要走走不完 他车子全部都给我们绕一圈 我们在车上撒就好了 不然走要走好几个钟头 没办法 这个叫结好缘 所以我在想那个司机以后 一定会等师父什么时候来啊 你一定要让每个司机都问 师父什么时候来啊 为什么 钞票 钞票 每天又钞票 这个是很简单的方法 所以我想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佛陀说你要度对方 好人要度 坏人要度 不认识的人要度 度 首先要布施 布施完以后 爱与 要讲好听的话 对不对 立行做模范给他看 同事还能够体悟他的苦 叫四色法 背一下 布施 爱与 立行 同事 各位要开始练习啊 我发觉有些人讲话都不笑了 我讲话现在还有人 从现在都没笑过了 真厉害 你想什么脸 铁板脸 这个是你要修的 代表你已经完蛋了 你已经忧郁症了 或是我子很强 你心里放不下来 这个不行 所以我师父说 念佛要念到哭 怎么哭 想到第一苦念到苦啊 不能你念佛干嘛 念给自己听啊 你要想的众生苦 修到柔软心 然后念佛念到掉眼泪 修慈心悲心 菩提心 一定要修到流出泪水 那叫慈心悲心 那你要开始放下自我的坚持固执 你要配合对方 所以我想各位你有家庭 你现在什么叫修 我在送地藏经几遍 你不要吵我 你老公很烦 各位 你错了 老公你回来了 你现在做日本女人 先拿拖鞋 放洗澡水 要不要按摩 这个叫念佛 这样你懂不懂 oh no 做不到 那你修什么 我应该去拜佛 拜佛 也不拜老公 拜佛干嘛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想各位要开始念习这个 一直微笑 你骂我我也微笑 对不对 所以就像他们入关了 师父啊那你就笑就好了 笑笑笑笑 不要讲太多 最好撞到你不会讲英文 对不对 这样比较好过关 但是无论如何 那就是 因为这个人跟你有缘 这个拿饭菜来跟你有缘 这个人跟我说 我在飞机上我订速食 I'm fishman 他听不懂 他跟我说no 我上次坐在美国航空 他说我们飞机不提供速食 那我就忍了 那我就没关系啊 我都有自己带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种事情 多带一份 无所谓自己吃一吃 对不对 但是 事情总会过的 但是我还是一直对他很好 最后还送礼物给他 因为有些人看到佛教徒喜欢 有些看到佛教徒很倒霉 我坐在你身边 这是个人的因缘 但是我只能一直对他好 一直对他好 不管他是哪一个人 在飞机上我都是这样办法会 活着人消灾 他们身上的云青赞助 多胎胎胃 他吃的鱼 我帮他超度 所以飞机飞了20个钟头 我要拧20个钟头 因为我很少 我在飞机上不睡觉 因为我这样不浪费时间 而且跟对方结缘 特别我现在 因为我跑整个地方 很多地方 很多国家 我发现缘分很重要 如果没有缘分 你佛法再好他也吸收不了 他也不想听你说 所以他看到你不高兴 那你就不用谈了 所以也叫随缘消就业 意思是说你在这个世间 别人找你麻烦障碍你 这个叫随缘消就业 但是千万不要再生气 千万不要再顶他 批评他 莫再造信仰 我有一次 从日本坐飞机 要回台湾 一上去 结果手扎到一个针 怎么摸也摸不到 然后非常痛 那时候我们旁边 有个打坐的法师 他也会打坐 我就问他 怎么会这样 他说师父 你过去在飞机上有一个人 你过去比他这样骂他很久 我说是喔 哪一个 这个你不用问 不用问不用问 那我就在这边忏悔 一直忏悔 突然就不见了 我这就是个感应 原来如此 这样比一下我就痛很久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只要到任何地方 像我们念佛的人 这一辈子是你最后一次做凡夫了 所以你累劫累势的恶因缘 你都要换完 千万不要等下辈子再换 重业轻薄 那如果你有发这个愿 你现在走到哪里 他就来找你了 好的坏的都来找你 亲的输的都来找你 爱你的恨你的都来找你 但是你不能掉在这里面就好了 永远感恩乃至偿还过去的恶业吧 该还债的要还 但是有时候你还不了 所以你就多做功德回向给他 这个人讨厌你 你就多递他贡花 如果你这辈子婚姻不好 你身上一定有一个什么债主 念一下情债债主 你身上有个情债债主 你一结婚一谈感情 他就让你痛苦 所以感情不顺的人就有个情债债主 那你写牌会要写个情债债主 然后替他取一个法号 如果你没有法号 我帮你取 男生叫圣加一个字 女生叫慈 那你就帮他写一个法号 然后你欠他什么债 你自己观想我就帮你供花 供登 帮你送袈裟 像我很喜欢送袈裟 情债嘛 让你去出家 送袈裟 供身就还债 所以因为供袈裟可以做皇后 因为你供袈裟 比皇后还伟大 所以你要把这个 你把情债债主还完以后 你会发觉 人清气爽 很奇怪 心情很好 这个情债就会让你心里很痛苦 因为那种痛苦 它就故意的让你痛苦 所以身体不好 一般有什么 你一下来 杀业在主 你吃他的肉 杀他 人也好 动物也好 他会让你开刀 所以 那无论如何 各位这个惯例 你都知道了 反正 你朋友生病 那你就替他写牌位 杀业在主 杀业在主 最好的方法 仿生 请人家吃素食便当 第二个方法 布施素食飼料 布施飼料 那些飼料太多了 那些动物太多太多了 那天我们去 这附近 这附近有一个水库 哇 那个树很多 每棵树都有好几只松鼠啊 你就买买几颗花生 那个松鼠在那边跳起来 而且那个湖有很多海鸥屋 对不对 很多鸭子 你就布施 湖里面有鱼 那这些都是素食飼料很圆满的 吐司面包都ok了 所以 布施这些 给他们 这些杀业在主 原青在主 等等 还有一点我必须交代各位是 女孩子的堕胎问题 堕胎并不是说 你一直写牌位他就超度了 堕胎是 你一定要跟他忏悔 任何冤心在主 你一定要跟他忏悔 所以 特別是 像我都这样 我如果最近生病 不舒服 我写个牌位 我就会跪 我把牌位放在前面 我就跪 我跟你忏悔啊 然后呢 我明天要 修什么功德 回向给你啊 但首先我要跟他忏悔 所以 那跟他忏悔 他这个业障就消除 他原谅你 然后呢 你再弥补他 特别堕胎小孩 你一定要跟他忏悔 妈妈不得已的 因为你现在在疼你的儿子 你越疼你儿子啊 他越生气 找你麻烦 再找你儿子麻烦 所以我碰到一个小孩子 精神病发作 会打妈妈 结果一看 原来是他堕胎的小孩子 富在这个身上 医生说医不好的 那你做妈妈的 很虔诚的忏悔 把这个小孩子超度了 超度不是把他赶走啊 永远记住 如果你有心把他赶走 一定超度不了他 超度是让他快乐 就是这个意思吧 欠债还债 不是把他赶走 所以 结果他把他超度 他小孩子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就好了 因为他就不会干扰他 因为他找妈妈找不了 就找他 你越爱他 他越找他麻烦 所以你要超度多胎胎儿 第一个 虔诚地向他忏悔 第二个 献出父母的心来对待他 对他很好 买牛奶 所以我们在超度的时候 就故意买饼干啊 牛奶啊 他们喜欢的玩具啊 对他们很好的 感动他 那这两个都达到了以后 然后呢 再给他念经 他就快乐了 所以首先你要跟他忏悔 第二个让他快乐 这叫世间的方法 以这个方法达到了 第三个 来让他离苦 所以如果你明天要来 你可以去超市买一些 现在儿童用的饼干太多了 当然有人问我说有加蛋 加蛋没关系 又不是我们吃 我们帮他布施啦 特别各位牛奶啊 如果女孩子得乳癌 或家里有得乳癌的 千万不能碰到牛奶 或是牛奶的饼干 得乳癌的因 大部分都是过去是 买卖牛奶的行业 或挤牛奶的 再加上你现在生气 骂老公骂儿子的缘 那你就会得乳癌 所以第一个你就忏悔过去 买卖牛奶 所以就一直乳牛 或是买牛奶去做烟拱 买牛奶 还有一个牛奶谁喜欢 龙王 买的牛奶倒到大河里面 大海里面去 所以去布施 或是直接去救乳牛 或是像我们救了多少牛呢 念下来 两万七千头牛 相不相信 这十几年 我们已经救了两万七千头牛 但是要养牛就困难了 所以你可以送牧草啊 就跟他们结缘嘛 所以第一个忏悔送牛奶 第二个自己不再喝牛奶 不容易生气 那你的乳癌就不会再发作 就这么简单 肾脏不好的 大部分都是有男女的问题 跟堕胎也有关系 肾脏不好马上就伤腰 就会有腰的问题 腰不好腿就会痛 那这个你看医生 医生只是给你用物理的 但是他的阴还是在 所以肾脏不好的人 一定要断除男女淫欲多一点 至少手不斜淫戒 然后呢 多受八关灾戒 因为八关灾戒 他就那一天断男女淫欲嘛 那个力量很大 所以 然后 冤青赛就超度了 你有修行 你有发觉 因为腰就好了 腰不痛了 脊椎骨的问题就解决了 酸痛的问题就解决了 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经典的说 犯瘫的就是水的病 肾的问题 糖尿病的问题 血液三高的问题 犯瘫的人 那就是骨头的问题 心脏病的问题 血液三高的问题